- 滿荒英雄路 - 滿荒英雄路 - 滿荒英雄路 哈囉大家好我是老宅 今天要給各位介紹 就是一款畫面雖然沒有很精美 但是內容相當豐富又燒腦的放置卡牌遊戲 那這次影片主要分為兩個部分 戰鬥系統跟英雄系統 那戰鬥陣容呢 會隨著等級開啟最多八個位置 相較於其他遊戲 只有五個位置 滿荒可以上陣多達八名英雄 那戰鬥中的變化也自然更多了 帳號等級達到六十等 就可以裝備正盤 正盤除了提升戰力之外 還能召喚出召喚獸 並且會根據陣容的一到八號位置 給予不同的陣位屬性加成 那帳號等級達到一百等 還可以裝備攻法 給予上陣的英雄特殊能力 那戰鬥中呢 有一個非常特別的設定 日曆 戰鬥畫面左上角點開日曆 可以看到今日皇曆跟本月皇曆 會根據限時的時間 給予buff或是debuff 像是今天的 水系蒸氣加10% 輪迴系暴擊加10% 但是土系的暴擊減10% 本月所有佛修 恢復法術呢 效果提升25% 被擊殺的時候 觸發免死一次 那這個日曆系統呢 非常的特別 每天每月都會有不同的效果 這一點也是別的遊戲沒有的 那戰鬥呢 是採用非常特別的 全自動即時制戰鬥 跟一般放置的 傳統回合制戰鬥不同 那雙方最多上陣都是8名英雄 會優先攻擊跟自己對應位置的敵人 例如1號位會打1號位 6號位打6號位 那雙方會同時出手攻擊 所以攻擊方先手優勢帶來的弊端 就不存在了 之後呢 會根據行動力自動釋放法術攻擊 行動力就是血條下方的獨取條 那每一個英雄的行動力 推幅速度又不同 所以說遊戲戰鬥呢 雖然是全自動的 但是英雄之間的搭配就更為重要了 那遊戲中呢 擁有超過100名不同特色的英雄 英雄可以根據靈根 分為了金木水火土的五行靈根 以及從五行靈根變異的變異靈根 分別是金生水的幻靈根 水生木的冰靈根 木生火的風靈根 火生土的雷靈根 土生金的沙靈根 那還有毀滅、時空、輪迴三種混沌靈根 金靈根的英雄呢 傷害比較高 但是攻擊目標數量較少 木靈根的英雄呢 防禦較高 生命是武器最高的 水靈根的英雄法術可以攻擊較多的目標 火靈根的英雄傷害不錯 目標也較多 土靈根的英雄呢 防禦是武器最高 生命也較高 變異靈根則是同時繼承兩靈根的部分特性 毀滅靈根的英雄 可以吸收場上的毀滅之力而變強 時空靈根的英雄可以增加行動力恢復速度 輪迴靈根的英雄可以多次復活 靈根之間有克制關係 靈根克制對方時可以造成更多的傷害 另外英雄還能根據種族 分為了人修、妖修、神魔、佛修 那人修的暴擊跟攻擊較高 妖修的鎮氣跟生命較高 神魔的行動力速度跟法傷較高 佛修的減傷跟生命較高 每一個英雄都有一招法術跟三招天賦 40等會解鎖第一天賦 60等解鎖第二天賦 80等解鎖第三天賦 法術是主動攻擊 天賦則是被動效果 這邊拿我最喜歡的魔軍網話來舉例 他的法術會攻擊生命最低的三名敵人 第一天賦會增加生命跟三種狀態的抗性 第二天賦會提升有軍兵器法術的傷害 但是會每秒持續扣血 第三天賦是受到傷害時 隨機攻擊一名敵人 像魔軍網話就很適合作為兵器攻擊的核心 可以提升隊伍兵器法術的傷害 但是需要搭配可以補血的英雄 這樣才能維持魔軍網話一直存在場上增加傷害 正因為這個遊戲是全自動即時戰鬥 更需要思考怎麼搭配隊伍、英雄之間的配合 還要考慮到靈根克制跟技能效果 雖然放置但卻一點都不無腦 推薦各位可以來玩玩看這款《莽荒英雄路》 沒有金門畫面但是有非常豐富的內容 以上就是這次的影片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個讚跟分享影片 想看更多內容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打開小鈴鐺才不會錯過新影片通知 有什麼建議或是問題都可以留言給我 我是老宅那我們就下次見囉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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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